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阿King 歡迎大家收看QK Channel 今天我來到車柱 做什麼呢 就是介紹一部手機 那手機是什麼呢 我手上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部就是vivo X2080 我現在錄的 就是用前鏡頭來錄 這部手機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前後鏡頭 都是用1200萬像素DUXF 所以畫質方面 其實理論上前後鏡頭差不多 我現在給大家看看 前鏡頭 這個就是後鏡頭 那你們覺得前後鏡頭的質素 對比大不大呢 我先給大家看看 那除了這個特色之外 它還有一件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它會有自家的圖像魔方技術 它就標榜說 在一些光差比較大的情況 舉個例子 來背光照 其實它會做一些後製 令到呢 這張照片 不論背景和主體 它都會展示一些細節出來的 既然它說到魔方技術這麼厲害 我都忍不住自拍一張 看看自拍的效果如何 大家不要抓住 純粹看畫質 不要看我的樣子就可以了 其實我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就開了這個HDR 浴光的效果 那你會看到 開了這個HDR 那時候 明顯光暗位的對比 是小了的 這張照片 也確實是清晰了 當然我曾經說過 HDR 會令到照片的立體感 會差了一點 對吧 但是很老實說 其實沒有一些環境 又不需要閃光燈 因為HDR的技術 就可以令到你 在背景和樣子方面 都可以拿到一個平衡 最重要是自己看樣子 和背景看清楚 這本X20 Plus 亦都有一個人像虛化功能 你看到它有兩個鏡頭 其實一個鏡頭 用來拍照1200萬像素 另一個鏡頭 500萬像素 它主要是用來做景深用的 那我都試過的 因為人像虛化功能 除了拍人 我覺得拍出來的效果不錯 有時候這些實物 演唱效果挺有趣的 它的確可以做一個 好像一個專業單反相機 做一個很blur的背景效果 然後主體是很清晰的 當然我們不可以用 太複雜的實物去拍的 因為有時候 老實說 始終一些 用電腦成績做出來的景深 它一定detect到這個主體 是很清楚 才可以做到一個很漂亮的景深效果 如果這些太複雜的背景 就不行了 但是這些一塊很清楚的主體 只要被它detect到這個主體 後面的東西是衰模的 這部電話 現在做到一個挺好的blur的效果 有時候可能會覺得 哎呀 那張照片的背景太blur 後面什麼都看不到 有點不開心 這件事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用了背景虛化模式之後 其實可以在你看照片的時候 調節一下 究竟你想的背景blur多少 由光圈0.95 到光圈16 都可以調節 拍完照之後 你都可以應用你的需要 去調節你的背景 想blur多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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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 解釋一下 有一個挺有趣的 就是它有一個 焦黑光的敏感度 因為我發現 這部手機很有趣 它可能對於人面 它的擦角比較敏感 所以 其實 如果拍人 如果這個手機來說 我會覺得 它是會 比較吸引一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 舉個例子 當我多睹背景 有燈的位置 OK 現在正在做有燈的擦光 那 你明顯看到這個擦光暗了 但是例如 我睹自己的臉 馬上光光了 是不是 那當然 每個手機都是去擦光的 但我發過 VIVOR S20 這部手機做的擦光 是比較 發面再光一點 光一點 拍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是吸引比較好的 所以 如果大家喜歡 拍照 自己的發面光一點 光慢一點 其實也是一個 挺好的好處 另外就是 其實這部電話 前 前鏡頭 也有一個 補光LED燈的 所以你看到我 現在我開了一樣 那整件事 已經發面光了很多 不用擔心 在很黑的環境 拍照出來 效果未必要這麼好 因為它有曝光 而且你看到它的曝光 其實也很油 很軟的 我都覺得 這是一個 很貼心的設計 總括而言 我這部X20 Plus 其實以中階機的價錢 但有前後鏡頭 都是旗艦機的質素 我覺得是值得玩的 加上它本身的HDR 或者前景深效果 還有其他的模式 例如它有超高像素 喜歡拍攝模式等等 其實我覺得這部機來講 是好玩 容易玩的 當然我覺得 還有少許可以改善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舉個例子 我用逆光模式的時候 用這個 淺景深效果是用不到的 每個效果只可以獨立來用 將來Vivo 如果可以把這些功能整合 在拍片可以用到 或者拍照的時候 幾個功能一齊可以用到 我相信這個相機 會更加好用 好了 今天介紹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們都分享出去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給個讚我們 你們一個讚 一個訂閱和分享 都是我們最大的支持 好了 今天講完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